我是江西人 我就应该叫江西菜 咸 香 辣 还有鲜 江西有庐山 三清山 现在别人出来 我们江西还有江西小草 像牛筋啊 牛肚啊 牛头熟啊 我们按照老家的一个手法加工 所以你在上海这边 你很少看到别人会这样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立志为100家宝藏小店拍摄纪录片的Ryan 那么今天我来到了被誉为 可能是上海排名第二名的江西小小店 那么这家小小店也是很多 在上海的江西人会极力推荐的一家店 因为这家店的牛蹄筋啊 米粉 都是原汁原味的 还原了江西本地的特色 那么就请大家今天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看吧 让我们感受一下江西辣的威力 这位真的烧菜的大厨 就是本期的主人公长江 他在距离汤城一瓶 打车仅仅10分钟的地方 经营着一家人均85个人的 江西客家小炒饭店 那这几年江西菜也是在上海 越来越火了 你的饭店最想给客户带来的是什么 江西菜的主要特征是 咸 香 辣 还有鲜 江西菜是玉制菜的杀手 正如老板长江所说 咸香辣鲜的江西菜 来源于它对于食物的烤酒 和对于鲜度的追求 这次我也有幸深入厨房 探讯店内特色菜 爆炒牛筋和江西炒米粉的制作过程 五三叶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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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取《煮油》 ens steak 江西菜的后厨真的不是任何的人可以进来的 太辣了 我现在眼睛鼻子完全已经是被泪水堵住了 我们先尝第一个菜啊 它这边的招牌菜 它牛筋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辣 但是牛筋软 糯 韧 香 这几个点都具备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家牛筋是这种 就像自己家以前做出来的这种味道 就比较有家里的菜的感觉 我们来尝一下第二个菜 这个酸辣笋煎牛肉 牛肉很嫩 很韧 而且牛肉自己太辣了 牛肉它自己本身是有味道的 然后它还配合了酸菜呀 芹菜呀 与这个辣的这个笋一起配合起来 这个菜也很好吃 大家如果吃辣不是很厉害的话 我常来建议 大家既然点点微辣就可以了 插下喊插下喊 其实我本人平时不是经常吃辣的 但是今天为了拍这期节目也是 为了受限生了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它这辣椒 是属于越吃越香那种 就你刚开始可能会被它的 三板斧给直接轮爬下 但是如果你缓过神来 你会发现这辣椒真的很好吃 而且据我了解这种牛筋 它本身就是属于比较工序 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的工序菜 因为老板需要把牛从市场进过来以后 再自己去洗啊 包括我听老板说 他会按照香气的这种传统的处理方法 没有了我去处理一波 所以其实老板是个很认真做菜的人 这个在他的菜肴里面 我觉得是大有体现的 虽然这家饭店目前人流量不错 食客的评价也都算中肯 但是在刚刚开店之初 老板却险些遇到没客人吃饭 而倒闭结业的情况 刚开始的话 店里是根本就没有可能的 江西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小众的 你外面的话 当时川菜啊 香菜啊 无论在哪个城市不仅是上海 满大街 你只要是叫川菜或者叫香菜 就别人就知道你店里是在卖什么 就好几次嘛 我们都想中途要不要放弃啊 但是因为我妈她是家乡情怀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强烈的 就是她想 哎呀我是江西人 就是我就应该叫江西菜 当初就是比较早嘛 美团啊点评啊 还有饿了嘛 刚刚那个兴起的时候 上我们菜的时候 当时有个选项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 选选项的时候 川菜有 香菜有 然后到了江西菜的时候 其他 我妈就特别生气 她讲 为什么我们是其他 我们是江西菜啊 就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选其他 我不介绍其他 这个还跟那个业务员去起争子 上次您有跟我讲 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感动我的 厨房简单 原料简单 产品力做好 是精子就会发光 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 是吧 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我觉得一个普通人 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岗位上 不忘初心 把一个事情 我们认真去对待它 就无论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总有人 总有人会去认可你 想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店铺 有更多的精力 或者更多的时间 去把我们老家一些 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 把它带过来 让大家能吃到正宗的 正宗的很传统的一些美食 就是我最大的想法 采访行江结束时 老板还给我看了看 他好心喂养的小猫 不知道老板给小猫 做的猫猫饭里 夹不夹辣椒 摄影机开机时是倾盆大雨 关机时已经是乌云散去 这是一家江西人 在上海十余年的坚首 这也是属于老板长江的故事 我是立志威 100家小店拍摄纪录片的Ryan 感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